觀看 這些牧師女很在乎說 他吃的東西有沒有被污染 就是被豬跟酒精作污染 那他覺得有親徵認證這個東西 其實是對他們是比較放心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台灣的一些廠商會講說 拿了清真認證好像對於在國內市場銷售沒有幫助 可是我覺得清真認證它其實整個強調的是一個溯源跟管理所有原物料的一個系統 其實它不是說這個東西拿了這個標章的東西只有牧師尹可以吃 如果你拿了清真標章我反而覺得我更安心了 因為所有原物料都被揭露得很清楚 它至少不會有一些不該添加的東西在裡面 就不會產生以前四五年前的什麼順丁吸二酸事件啊 或者是什麼毒澱粉就這樣的事件進去 因為那些就是因為它採渣了不明的原物料在食品加工裡面 清真其實的概念就是乾淨 然後是對人體質是比較好的 就是它等於說是一個食品的在另外一個要求的感覺 所以並不是光是宗教圖才可以吃 台灣廠商應該會先concent的一個點就是說 那我到底要申請哪一個標章 因為台灣現在的清真標章非常多 那其實我們這邊建議它是就是說 其實那先看你去哪個市場 你必須要不同國家去申請不同的 我先比如說進到馬來西亞來看好了 你可以宣稱為清真食品或是非清真食品 那清真食品的話就要完全符合他們清真法規的認證 比如說在台灣就要拿到至少啦 至少要在台灣拿到清真品保協會的清真認證 那就可以在當地宣傳為清真食品 所以其實不是說所有東西都一定要清真 但是當你覺得那個市場很大 你有機會的時候你就必須先拿清真的認證 你才有辦法去說服當地的消費者賣牛的 買他們買這個東西